这个好像是一个综艺节目吧 叫做桃花屋吧 还是什么意思 就是桃花园的意思 这个屋字怎么解释 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节目 因为我刚做了一个节目 就是非常的赞叹 宋丹丹因为宋丹丹在特殊的时期 有一个电话长时间的电话录音 非常的赞叹 那么最近呢 就是最近这几天了 频频的上热搜 各个排行榜的热搜 百度搞的排行榜 新浪搞的排行榜 吉日头条搞的排行榜 都是他在上 我就觉得很神奇是吧 当然我一直在说 是吧 我不是个大视频主 大视频主 我对此我不会说话 因为我是个小视频主 也没人关注 所以说我就忍不住 对此发表我的看法 就是他那个 这么神奇的电话录音 竟然不影响他的热度 这个人真是有一套 在那个视频 那个电话录音里面 他所表现的东西 和这个张国立 是相反的一套东西 张国立 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他不同 因为他去东边 那个地区朝圣 出国去朝圣 去东边那个国家 所以说我很 很鄙夷这个人 甚至他对这个 他作为代表对大海的 这个那一边的有些个艺人 他的看法 我很不认同 那我就不方便说那些歌了 所以我对他是很大的看法 从这个看法 到他的这个电话录音 两个是两极 是两端的人 两个根本就不是同路人 好了 他这个节目呢 说是身体的原因 我现在担心 是不是我做那个视频 被有有关人给看到了 对吧 说就要把宋丹丹得拿下 不能再让他在这里了 他这个节目里面呢 说这个医生在照顾他 或者这个医护人员吧 在照顾他 说很疲倦 桃花屋啊 屋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 我记得以前这个屋的意思 就是停船的那个意思 但在这个百度百克里 把屋解释为 也可以解释为水边的建筑屋 也可以解释为 四周围高 四周围高中间挖的地方 也可以解释为 防卫用的小城堡 也可以指水 水边的东西 也可以指山凹的东西 就是这个桃花屋 可能就是在选在西藏 选在高海拔的地方 受不了 说走了 这里打电话呢 说你把我弄来的 你走了 我也跟你一起走吧 就是这个节目效果吧 可能都是 他退出 说是这个身体的原因 如果是身体的原因 还不错 可千万不要是我 前面做那些个节目 导致的走啊 我刚做节目 还没过程了 那个视频 这个已经 我就奇怪 说这个人还在 跑头楼面上热 说很奇怪 刚说完了 这个就下架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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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